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一月三日早上八点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财经方面的最新消息 首先要来看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一篇文章 文章介绍到香港陷入四面楚歌的领导人林郑将于周三前往北京 与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举行会议 自从六月份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爆发以来 这将是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首次与负责香港事务的国家领导人韩正正式坐下来对话 在周日宣布这一消息之前 共产党领导人于周四在北京结束了为期四天的全体会议 并且发布了一项公告 其中包括对香港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国家安全的保证 而政府最初于十月二十九日宣布林郑将前往上海和南京进行访问 由林郑周二返回香港而结束 但是林郑的办公室在周日早上发布了新闻稿 称她现在将在周二晚上飞往北京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先生将在第二天上午接待她 而下午她将出席国务院发展领导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 声明中这样写道 现在呢预计林郑将在周四返回香港 我们知道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央政府发展一项组举措 旨在到二零三五年将香港澳门还有广东的九个城市 转变为金融还有技术统一大区 而领导小组的最后两次全体会议正是由韩正主持的 分别于去年的八月还有今年的三月举行 林郑女士在上海期间即将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 而习近平主席也将在开幕式上致辞 自从六月份以来香港因为经常抗议活动而动摇不安 这是由现已撤回的引渡法案引发的 这样一个法案原本允许引渡到中国大陆 而自那以后这些示威活动逐渐发展成为范围更广泛的反政府运动 警方在周日凌晨在香港发生的暴力冲突中逮捕了多达二百人 而这次抗议活动涉及抗议有关的违法命令 包括非法集会还有违反蒙面禁令 接下来要看到的这条消息来自路透社 文章介绍垂渍科技的CEO罗永浩 日前被执行限制消费令 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十一月三日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十月三十日 丹阳市人民法院向北京锤子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奔发了限制消费令 由于该公司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几副义务 对锤子科技采取限制消费措施 并限制该公司以及该公司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旅行的直接责任人还有时机控制人 罗永浩不得实施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 还有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 这些消费行为包括哪些呢 第一是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 或者是轮船二等以上的仓位 第二是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 第三呢是购买不动产或者是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 第四呢是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 第五是购买非经营必需车辆 第六是旅游和度假 第七是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 第八是支付高额百险购买理财产品 第九是乘坐G字头的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 而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的座位 还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所需的消费行为也受到了限制 据悉呢限制消费令限制高消费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财产减损 而限制消费令显示立案日期是二零一九年九月四日 限制消费令还表示 如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 还有实际控制人 因私消费以个人财产实施前述行为时 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 而如果经营必需而进行前述禁止的消费活动时 应该先向法院提出申请 获得批准之后才能进行 而如果违反消费令会是怎么回事呢 文章介绍说警察证属实的 那么法院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0条的规定 予以罚款拘留而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可能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接下来要为您带来这条消息来自财新 文章介绍说中美经贸争端了结可能有一个方法 就是苦肉计 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参事石英宏这样表示的 在十一月二日在第六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上 石英宏表示当前德国经济新加坡经济都处于衰退边缘 而中国经济也有较大的下行压力 而巴西印度经济状况也都趋于恶化 在二零二零年美国大选前 全球经济是否会发生严重衰退 以至于美国经济也陷入衰退呢 如果是的话 那么中美互相加征关税的背景才可能发生变化 在他看来最近的十三轮中美经贸磋商取得初步成果 如果今后几周能做出具体安排 那么贸易摩擦可能降级 但是如果美国政府一年多来表达的对中国的核心诉求 现在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任何改变 那么未来还是很不确定的 因而他不太认为现在是向美方所说的达成所谓的第一阶段协议 而只是认为这是一个迷你协议或者是小局部协议 他认为中美两国政府各自都没有足够的动力去解决重大的核心问题 而就中美脱钩问题 中石化原董事长傅成玉在同场讨论中表明 美国有一部分人是真想脱钩 但是就美国整体看是力不从心做不到的 因为经济领域与全球已经融为一体 而石英宏若文 美国没有能力也不需要全面脱钩 但是在若干关键领域脱钩已经发生 而且还将继续发展 这包括高科技领域 网络空间等战略性领域 以及与之相关的科学教育 人文等领域交流 可以看作是有选择的脱钩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应该怎么办呢 石英宏表示 无论是中国企业还是国家 面对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要重新盘点 看看哪些已经做了 基本方向应该继续坚持的 哪些还是需要加大力度 尤其是用实际行动来加大力度去做 哪些是要收缩的 原来想这么干 现在或许考虑不再那么干了 目前的经济困难和金融困难 都不是川普造成的 只是他的对华策略加剧了这些困难 而在他看来 盘点和凡思有助于一种更有准备 更好的态势 站在世界的巨变面前 不要高喊胜利 首先立于不败之地 在世界巨变面前 要经久立于不败之地 其实并不容易 而随着中美经贸磋商第一阶段协议 进入收官阶段 中美两国的重量级观察者们 对于中美互动的后事 又如何看待呢 一起来看来自财新的介绍 文章说十一月二日 在第六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中 有多位中美企业界的意见领袖 从各自角度阐释了 对中美经贸近和前景的看法 一年多前 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等多个企业家急去的场合 中信资本董事长张子晨对企业家朋友们强调 在我们的余生 中美关系肯定是最重要的关系 企业界不能低估它对所有人的影响 所以大家应该想办法去参与对话 尤其是和美国企业界 而一年多下来 他则感叹第一阶段的协议仅仅是停战 今后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 应该会退回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 中国争取最惠国待遇的阶段 基本上每年要打一次 签一个合约一年有用 一个一个阶段的往前走 他还说中美之间的对抗不可避免 已经发生了 而且是长期的 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原董事长傅成玉 站在中国的角度剖析了美国所作所为的前因后果 有人说中国和美国是意识形态之争 道路之争 社会制度之争 如果从根本上说有这个因素 但是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没有说不搞社会主义 为什么过去美国能容忍 今天却不能容忍呢 原因在于中国发展壮大了 傅成玉说 中国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的百分之六十 再过几年可能超过美国 而这是美国担心的 他认为美国在世界上当老大大概二百多年 因此必然要打 他表示打就要找借口 就要找不合理的地方 他接着说这么大的经济体不可能什么都合理 肯定是存在不合理的地方的 比如中国刚加入WTO的时候 经济总量很小 那个时候对中国在一些领域有照顾 而今天中国大了就不给你这些照顾了 这当然也是对的 但是不应该是这样的打法 在傅成玉看来 美国的打法不是在解决贸易问题 其整体目标是遏制中国 不让中国在未来十年二十年超过美国 目前身兼麦当劳中国公司董事长的张子晨说 我不认为第一阶段达成协议后 在可预见的未来 双方会达成一个所谓全面 双方都满意的贸易协议 而傅成玉同意张子晨所说 他认为众美建打打停停的局面 至少会维持十年 很难因为签了第一阶段的协议就停止 而在经贸关系上的对抗 事实上还只是对抗力度最低的一个维度 而中国美国商会主席 美国科文顿柏林女士事务所北京办公室管理合伙人夏尊恩 则从美国人的角度阐述了看法 要判断经贸谈判的前景 在他看来就需要理解经贸谈判要谈的内容有哪些 他主张可以把美国希望谈的问题放入三个篮子里分析 第一个篮子是美方认为中国长期以来有承诺 但是承诺却没有兑现的问题 他举例比如二零一二年WTO裁定美国的信用卡公司可以在中国做人民币业务 但是七年后仍未实现 有大概一百五十项类似的事项 美国希望能够实现 第二个篮子是中国没有做承诺 但是美国仍然觉得存在不公平 应该进行一些调整的事项 比如在互联网业务中 中国的互联网公司能够非常自在的在美国做业务 但是美国在中国全面临限制 而第三个篮子是两国不同的经济运行体系存在的差异问题 也就是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 夏尊恩表示 这包括中国政府认为中国在一些行业上应该领军全国 因此政府提供财政政策方面的支持和补贴 推动这些行业的发展 曾经担任美国助理贸易代表的夏尊恩说 不必去评判中国这样做是合理还是不当 但是这实事上就是对美国的公司还有行业产生的影响 他说美国人的理念和做事方法和中国不同 觉得政府在经济中不应该涉入如此之深 而美国政府也对美国企业很少提供补贴 因此美企在中国难免面对对不那么公平的竞争的看法 他说如果第一阶段达成了协议 这三个篮子里的问题没有特别多的得到讨论和解决 而在傅成玉看来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关系一定是打谈同时进行 不是全面的合作也不是全面的打 双方要准备每年就具体的问题艰苦的谈 经济问题解决了并不等于就没有冲突 张自成说你把所有的经济问题都解决了 还会有科技问题还会上升到地缘政治的问题 在夏尊恩看来中美之间没有办法向一些中方人士所希望的 只谈经贸问题的原因包括美国政府并没有非常清晰全面的应对对华关系的想法和政策 而美国政府内部对中国存在各异的诉求 因而尽管两国都有很多有智慧的人 最终也会想出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但是恐怕要花一些时间 与其打那些不如在经贸关系上进入长期打打停停的局面 他表示我认为这一局面会持续十年甚至二十年 那么究竟要走到什么样的程度 双方才可能停下来继续合作呢 傅成玉表示就像朝鲜战争 双方都受到伤害很大了 都不想打了 这个时候才会谈共同的游戏规则 现在中美谁都能过得相对不错的时候 共同的游戏规则就很难谈出来 而中国欧盟商会主席德国巴斯夫 中国首席谈判代表伍德克受邀作为第三方参与了讨论 他说欧洲人也不是这场战争的获益者 我们其实都是失忆者 他举例到大量德国车企在美国生产的汽车 如今就因关税无法消往中国 再比如在华为5G问题上 欧洲国家不会受任何国家的胁迫 会自己做决定 但是他也坦言夹在两个大国之间其实非常痛苦 而在傅成玉看来 只要像川普所说坚持美国第一 那么谈判就没有太大的空间 这个时候就只能是互相伤害 直到伤害到一定程度 大家都觉得谁也没有赢 才可能回头合作 而欧盟事实上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 在中国的技术进口中也占到百分之四十 伍德克在该场讨论结束时 对记者说何不朝着我们的方向看一看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电视 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且继续关注本台的其他节目 请问一下